这个世界冠军,黄宝国,他不讲武德,打霸王,你限制规则,就算了,他还要请来一个外援,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特瑞就是外援,霸王的规则我看了一下,大概应该是每一场必须上刀子,其他的你随便上,这个是一个无敌波,可以啊,看来这个外援上来也不咋地啊,该说不说,其实这个外援很厉害的,霸王打他,是打得挺难的, 这一局是,应该说恰好,比较轻松的赢了啊,连续的葵花,然后站A,然后刚西地,落地掏一个手,好,跳西抓,明点差不多了,刚好打晕,本场比赛的话呢,也是一个抢15的啊,霸王其实到这里已经是两个赛点了,好,黄宝上场,为什么说黄宝不讲武德呢啊,他跟霸王打的话,打不过啊,请来了这个外援,请来外援的话,实力提升了, 不说他还可以一边打一边休息,一边打一边以意待劳,你现在看到的就是黄宝上场,好,刚好呢是一个飞翔角啊,看到对手的刚西地,然后操下盘,带入必杀,继续穿来穿去的,哎,重拳必杀,好,这把落点不太好啊,黄宝,好,再抓,重拳再魁,打猴子的话,你的重拳一定得拉前一点点啊,好,黄宝出手很果断啊,直接抢 等到下盘,带入必杀空血,磨一下就死了,哎,又被掏 哇,接这个赛点,然后打到这个时候,霸王不早一点,这没有效果吗 哎,哎,哎,就是不过来啊 K.O. 刘易思写啊,怎么说应该帮我赢了吧 但是比赛往往都会有反转,好,刚好扎中,这一波很无情啊,要打晕了啊 然后,哎,这才怎么回事 好,这下才打晕 说到这个打晕大猪的话,有时候也挺懵的啊 因为他的这个伤害值是浮动的,晕值有时候也是浮动的 有时候你打了六下,你发现,哎,打不入晕 但是已经到了临界点了啊 在2.7秒之内再加一招,他肯定就晕了 这把呢,加血猪也是让猴子有很多的这个血量 加回来了 让猴子 这把落地 猴子很难受啊 哎呦,完了这一下啊 起身剪刀脚被破了 难受啊 啊,好 我们继续看啊,点个赞 现在是来到了双赛点 看看落实谁手吧 黄毅这个不讲武德的打法啊 啊,可以的,预判对手跳啊 然后天龙最空 黄毅这个外援啊,他真的是一个外援啊 看他直播间的一个外援 用特略的话,我感觉起码也得一线水平吧 反应很快哈 这两局不知道发挥的如何了 走了,AB来,AB去的耶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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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能接啊,还接三喜比萨 是没关系的哦 好,是没有了 普通推定的打不到地龙的哈 特别是距离远的话 你也打不到,距离近你也,不好打 距离近的话,只能发一些玫瑰啊 瑤瑕乐啊,还有兰之三这种指令啊 像这种普通,普通计 三喜 三喜是一个特殊计啊 那不是指令头 他也是打不到了呀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串招了,搞什么东西 好,射继续,纷斗罗 你以为只有这个无智慧会发播吗? 霸王也会发播的 继续后撤,江湖险恶 继续后撤,躲进角落 不动如山 这不被算破完了,对吧 我据防御还可以啊 绝缓超,我会撤了 气死个人啊,垂身笨足啊 加油吧 要当禁忌的霸王,而不是规逼的霸王 哎,可以,这不太近了,哼 鸭巴抓了 多 regard漂亮啊 下次不該讓了 對把要先輸的話真的是得拍大腿 三個氣還是有機會的 砸頭 過來砸頭好 踹頭 這把勢君力敵 頭子少了兩個氣 但是有得打 這個CD要小心 一旦頂不住的話 遇到確認牆的話 可以直接確認然後掉避殺 我去老漢推車這一招 別亂出來啊 完了完了 又是空中被打倒 這一把肯定要跌超殺了 完了把握方車了 被劉伊斯翻出來 好 來吧 沒了 練伊哈 恭喜黃伊啊 好 關鍵小心被倒掉